民间香农会举办2019冬茶比赛 茶农父子谢一堆及谢明景报名参赛 荣获双特等茶奖 成为许多茶农争相情义的对象 想了解谢一堆如何管理及栽培茶树 烘焙茶叶的技巧 发言管理 我们对茶要有感情 要有感情 我们对茶 我们说茶双茶树 我们要怎么去疼笑 去爱笑 其实从出发店 出发店 我们有这个心理 我们对茶 对茶存着一种很尊敬的一个心情 哎呀那个观念 那个茶 茶树也会 它是一个算外的东西 它会跟我们对话 与茶农谢一堆相识多年的县议员尤鸿达 肯定谢一堆茶农父子 传承上一代的种茶及制茶经验 或冬茶比赛双特等奖的殊荣 是实至名归 2019的冬茶 在我们民间香农会基盘的 都是我们民间香的老师傅 不是都得到中 我们谢一堆老师傅 凭着他的制茶的工夫 来获得我们民间香农会的冬茶比赛 不但是得到特定中 而且还得到双特等的荣誉 所以说我们来在这里困定 当然 我们也期待说 我们的老师傅 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当然我们谢一堆董事长 他也有传承的 他的第二代就是他的孩子 民间香茶叶栽培面积最广 民间香农会每年举办春茶及冬茶比赛 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农参赛 茶农父子谢一堆及谢民警 报名2019冬茶乌龙组及金宣茶主 两项都获特等奖 能够在上千件的比赛茶中脱颖而出 也印证了民间茶叶品质的优良 记者王水仙邱平君民间采访报道